其实我们在上周一的时候 重点也是得出了几个结论 第一个 我们在上周一时候讲到 整体光复板块 见顶部的概念是极大的 果然我们可以看到 上一周其实整体而言的话 光复板块带领赛道股票 形成一个震荡的一个下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其实我们在周一的时候 也讲到我们要关注一些 技差股票 整体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些影响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宁德时代 虽然说整体的业绩超出预期 但是在上一周 宁德时代为首的 一些新能源的赛道股票 也是形成一个震荡的一个下行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们其实也讲到了 在周五要关注一下 全球央行会议 整体来讲 其实我们看到在上周五的时候 美国三大股指形成一个 超过3%以上的一个下跌 包括目前的亚太市场 也是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 其实我们要知道 整体在这个位置 3155点也好 或者说3100点也好 是不是一个支撑 我个人认为不是支撑 因为我们先看一下 深层值 深层值其实我们发现 已经是把这个平台去跌破了 如果说对英的上证指数 这个位置就是3155点 我们看到它是提前跌破的 对吧 好 我们再看一下创业版纸 399006 它也是跌破的 那么好 其实对于目前的上证指数 这个3155点 我认为也就是一层创物纸 也就是我们在前期强调过 60均线是压力 好 这个位置是一个A浪下跌 B浪反弹 就是C浪下跌 最好是跌破3155点 然后风险的一个最后释放 因为我们其实投资者知道 整体的美联储的一个鹰派的声音 放出来之后 也就是整个代表的是 它的鹰派最顶峰 然后逐渐的一个加期 所以说今天的一个调整 包括本周初的一个调整 我个人认为就是属于我们的风险的 最后释放期 我们在上一周一的时候也讲到了 我其实比较关注本周四 也就是9月1号的时间节点 所以说先等待调整 等待调整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在9月1号会不会跌破 或者说在9月1号之前 这个时间跌不跌破3155点 然后如果说出现单真探底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一个短期 一个比较大级别的低点吧 是这样的 最近正教版画还是表现的相对比较强势 但是这一低开按理说 你要想护盘 正教表现应该是 他负责拉声才对 但是拉的还是题材过 所以说陈老师 来给我们聊一聊券上吧 其实我认为今天来讲的话 早盘吧 也就还差半个小时收盘 那么形成了一个缩量的态势 虽然说目前是一个低开正当上行 我们在前期重点讲到了 下跌是放量 那么反弹或者说整体而言 市场表现出了往往是一种分化 比较明显这样一个格局 我们看到上一周的时候 其实证券板块有一定的表现 尤其在周三的早盘的时候 证券板块连续的一个上行 然后是在于整体市场形成一个震荡的下行 我为什么就提了一句证券板块 我认为下一期段是两类板块主导 第一类就是证券板块 第二类就是酿酒板块 因为这两个是一个组合 往往是证券和酿酒板块 在历史上 其实我们在上一个阶段也讲到了 比如说在去年的五月份到六月份的时候 当时是证券和酿酒双双的连续震荡反弹 这是一块另外一块就是去年的11月份到12分 12分高点我们都知道是在3708点 当时也是证券和酿酒板块 因为这两个板块本身带人气是比较明确的 同样刚才秦老师也讲到了 就是整体的资金一个切换 从上一周如果说从跌幅榜上来讲的话 户市它整体周是0.67% 我记得是 那么生成值下跌是2.42% 创业板值是下跌3.42% 整体来讲话市场其实已经是很明显 资金开始进入到户市为主的这些板块和购物上 最为重要的是什么 这些低位低估值的 它是一种防御类的品种 尤其是酿酒板块本身 它是具备整体如果说市场形成了一种 我们所说的系统性风险也好 或者说短期这种利空因素所带来的调整 那么好 业绩加的和一些之前没有形成一个大幅的上涨的 这种低位低品种的会形成一个反弹 所以说我认为证券板块一个是寄托于像全面注册制 这是一块 另外一块就像酿酒板块 在前期我们刚才聊到9月份和10月份 本身是一种消费的旺季 那么会不会带来这两个板块形成一个反弹 这个其实是我现在要关注的 因为这两个组合往往是一个 就是带人气同时拉指数 是这样一种组合 是这样的 好 拉人气的组合 白酒 证券 然后可能在下一阶段会有一个短期的机会 是吧 所以说这个也是给各位朋友们一个提振信心的一个提示了 拉人气 既然大家都这么关心白酒 我提个问 我向这个陈老师提个问 我知道你研究波浪理论是吧 给我们画画白酒吧 因为最近我看这个评论区 白酒的人在里边的确实挺多的 这是从技术角度上来讲 也帮大家看看 因为很多人还说七月出进的 又八月出进的 其实现在还是都是被掏了 这个走势现在其实大家还是挺关心的 其实我们投资者知道 整体市场 它不是说由于技术分析 它引起的 比如说三浪的上涨 二浪的回调 包括说五浪的上行 它是来决定市场的 不是 决定市场的还是在于人 人是由谁来决定的呢 是由整体的这种情绪 或者说大的这种周期 比如说像宏观面的周期 海外市场的一些影响 包括今天的低开 为什么 因为整体来讲的话 美联储整体加息的预期是增大了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 是技术分析来决定走势 还是说基本面来决定走势 我个人认为还是从自上而下 什么是自上而下 我们先看宏观 整体把宏观 它的一个逻辑性捋清楚之后 我们再看微观 其实我认为技术分析是属于微观 而整体不管说你波浪理论学的再好 或者说你画的再对 它不是一个决定因素 决定因素在于你这个位置怎么来坐 你比如刚才有人说 那个茅台太贵了 对吧 五粮业也相对合适 我觉得五粮业也贵 我觉得什么便宜 你酒类的一体F 对吧 我们看一下512690 这里面它在现在多少 八毛三 对吧 我们看到它这里面前十大股票里面 五粮业第一个第二个贵重茅台 等于你买买的是一揽子基金 你为什么不买一体F呢 是不是 我认为一体F是最为规避市场的一个风险的一点 而真正触发于酿酒板块的一个反弹的核心是什么 一定是消费升级 那么消费升级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整体的经济周期 它开始由复苏转为这种过热阶段 或者说是转为这种繁荣阶段 整体的钱多了 大家都想存点东西买点黄金买点酒 对吧 之前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我要每个月或者说每年买多少瓶茅台 我到现在挣了多少钱 现在谁说买茅台 对吧 存茅台 没有了 这又说明什么 现在目前是属于一种消费的降级 因为大的拐点没有产生出来 这和所谓的波浪理论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一定要记住 我们选股票 我们分析市场其实是就是从自上而下 那么这个下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目前看市场产媒产生拐点 对吧 在上一周说的最多的是什么 整体市场是要突破3300点 但是我认为突破不上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知道之前的上涨 比如说在4月底2863点 整体反弹到7月份的时候 当时我们的是是属于一种经济的 咱们所说经济周期的错位 那么好现在我们属于经济的一个二次探底的过程 真正经济见底 我个人认为就是在9月份见底 所以说我们先看经济周期什么时候触底 好股市往往是提前反映经济见底的 那么我们要知道这种本周很多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8月份的CPI数据 包括美国那边也相应的一些数据也会公布 好了市场的聚焦点是在这 那么我们看到上一周不管是降期也好 LPR五年期非对升降期 以及我们也看到了像一些19项接触政策 那么说明什么 9月份经济处理的概率比较大 好了我们再通过波浪理论 比如说C浪的回撤 时间节点调整是2863点 整体到91号附近是89交易日 我们结合起来 也就是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预测很重要 应对更重要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王道 所以说基本面我们研究 同时我们也要研究技术面 我们两个结合在一起 再通过整体的政策的自上而下的理解 其实这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反应 当然每一个行业不一样 919的行业的它是消费升级 是它的大的拐点 大宗商品是它整体来讲 大宗商品的周期 猪周期它也是一样的 存量量也好 出猪肉本身来讲的话 它目前价格高也好 这都是有不同的周期 房地产有房地产的周期 你不能用一个技术分析的方法 来决定所有的品种 这是不对的 所以说这是我的建议 所以我没有化的原因是在于 仅仅是数 我们要知道道 道是自上而下 就是这样 好 好 好